自动梳头编编机 轻松洗袜子搓板 厨房专用防护面具 是的 你现在看到的这些小商品 全部来自中国 并且已经在TikTok上疯神了 早就听说老外们喜欢国货 却没想到在海外能有这么火 每件神奇的国货视频下面 你都能看到这样的评论 天哪 全都想要 我太爱这些小玩意儿了 这些东西都叫什么名 到底在哪里可以搞到它呢 甚至还有人将TikTok上的中国小商品 剪成了合集 发布到各个平台上 浏览量也是高的惊人 日本主妇在TikTok上 刷屏来自中国的厨房用品 欧美文青用TikTok搜索 全网最炸场的迷红灯球 即使是行动不便的软妹子 也能在TikTok上 找到智能自动的马桶椅 这就是TikTok带给 国外网友的国货潮流 想要生活过得去 还得多去TikTok多学习学习 如今老外们已形成了一种 秘而不宣的默契 在TikTok上 我看见了东方的力量 他们似乎每个人 都把生活过得很轻松 我不知道为什么 中国有更多的便利品 但可以肯定的是 他们都会为生活开动脑筋 你可以没有一件 来自中国的小商品 但不能不在TikTok上 品鉴他们的神奇 尽管我们已经习以为常 但这股中国创造的风潮 在国外网友的讨论里 将一直持续 一看婆婆这样端盘子 我就没胃口 直接取盘子 不仅容易烫到手 还很不卫生 这两个小东西 简直好用到没朋友 蒸鸡蛋的碗就用取碗器 里面是硅胶材质的 不打滑 热菜的盘子就用提盘夹 夹得很稳不烫手 而且各种盘子都能夹 关键两个才一字开头 实用 家里有刀的 一定要用这个刀架 它是风格设计 各种刀具 勺子 筷子 锅厂 叉子 剪刀都能装 厨具收纳的整整齐齐 而且它是可以旋转的 拿取很方便 底部还有沥水 旁清洗沥水也很方便 真的很实用 妈妈我饿了 好累吗 就给你把饭做 妈妈我渴了 表哥家的抹布 都是搭在水龙头上的 不卫生也不美观 所以就在抖椅上 淘了个抹布出物价给它 可以放在台面使用 也可以逼挂起来 上面放抹布 下面放海绵擦 洗碗刷 自带绿水盘 不怕水流到台面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Lina的厨房好 分享频道 一起来看看 又有什么实用的厨房宝藏吧 一个超旁的五谷杂粮 旋转收纳桶 切开顶部的密封盖 就可以轻松收纳各种五谷杂粮 一键就能出凉 非常方便 顶部还能加入防虫防株的东西 然而平时洗杂粮 或者是桃米的时候 都很容易撒出来 我发现了一把好用的 免手洗桃米神器 把米放进去 盖上盖子之后 水直接通过水龙头 进入桃米器 开始进行对冲式的冲洗 新米的滤网 滤水不滤米 省时省力又不失手 非常推荐哦 一个好用的卷纸收纳架 用敏钉胶固定在橱柜底部 用来放厨房纸非常方便 我用的厨房纸是百分百原生竹浆的 可以干湿两用 无论是用来擦撒楼的汤汁 还是擦洗过的水果都很好用 他们家的厨房湿巾也是必囤的 超级大一张 一片就能轻松擦去灶台上的油污 清醒力虽强 但是一点也不伤手 清新的柠檬香 让我早就不想去碰油污满满 还散发出异味的脏麻布了 又玩吉人 卫生又方便的宝藏产品 很多人的家里都没有安装垃圾处理器 每次过滤食物残渣时 都很容易堵塞管道 推荐大家用这个三角滤水网 食物残渣都会被收集到这个滤网里面 所有的湿垃圾都会通通收集起来 一起扔进垃圾桶 非常实用 有时候饭懒不想开火煮饭 却会用到这个可爱的电煮锅 虽然小巧 但是煎炒炖煮都可以 我经常用它煮粉吃 电子显示屏操作很简单 煮好直接就能端着吃 非常方便 还配了一个真格 可以上阵下煮同时进行 晚上把食材放进去 预约好时间 早上起来就能吃到美味的早餐啦 方便又食用 厨房的地面也经常有各种干湿垃圾 洒落的油腻汤汁 洒落一滴的残渣都非常令人头疼 一台全能的洗地机真的是家家必备 它能紧密的贴合墙角 不留一丝微生死角 选择除菌模式后 水箱会立刻产生电解水 用它清洁地面的同时还能消毒杀菌 最重要的是不用自己手洗脱布 最后只用倒掉污水就行了 平时洗刀的时候总是不小心滑到手 推荐这个U型的双面清洁刷 无论是刀具还是各种餐具 不仅洗得干净也不担心割到手 小小工具解决了大问题 这个可乐贩卖机其实是个牙签盒哦 超级复古的造型 打开盖子就能添加牙签 旋转一下就出来了 干净卫生又好看 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 我猜你是第一次见到这些小东西 刷胡萝卜黄瓜土豆地瓜的刷子 不用再用手搓土豆了 看看它刷出来的土豆 专门削包菜甘蓝的波斯器 用了它以后才知道 怪不得西餐厅的蔬菜沙拉都切得那么细 挂在冰箱里的收纳好了 七七八八的小料包我都收纳在这里 鸡蛋济湿器 有了它可以吃到嫩嫩的鸡蛋 颜色变到半熟的时候 煮出来就是溏心蛋了 这叫一网打劲 不用再用手抠这个脏水槽了 巨无霸大漏勺 实际比看上去还大 特别能装 带卧饼支撑 不用担心它滑到锅里 去玉米粒的 一根玉米几秒钟就能消下来 不用再蘸油 直接就可以挤出油来的油刷 也不会漏油 还带专门的收纳盒 专务专用放鱼放肉的保鲜盒 能承受到零下二十度 直接冷冻 有这层小隔板 解冻的时候也不用担心肉被水浸泡了 像这种长条蔬菜也可以放 不会漏米 又能把米淘到很干净的淘米盆 洗果酥砸凉也没问题 每次吃完饭还剩这么一丢菜 扔了可惜 把它往里倒 这个容量刚刚好 这些实用的小东西 快点收藏呀 你可千万别跟我婆婆一样 拿着妈布端盘端瓦了 不仅不卫生还容易烫着 果断给它入手这个防烫三件套 这个取碗器啊非常方便 架口是有防滑垫的 不会打滑 大盘小盘都能用的这个提盘器 开口可以随意调节 砂锅炖锅啊 拿个鸡蛋啊 就用这个防烫手套 关键平时一件的价格 现在到手三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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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